刘备之所以能够战斗到最后 并且成就一番伟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就是善于识人用人 而在提到刘备麾下大将时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 关张赵马皇五虎上将 但从正史的角度来看 有一人在刘备生前的地位 甚至还要略高于赵云 此人就是魏妍 魏妍是刘备一手提拔和任用的大将 并且深受刘备的信任 刘备在拿下汉中之后 力排众议选中了魏妍 出任首任汉中太守 那为何魏妍会深受刘备的信任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 深受刘备器重的猛将魏妍 画家魏国 魏妍 自文长 易洋人 魏妍最开始是刘备手下的将领 但因为曹操大军南下 蔡茂张云等人主动投降 年轻气盛的魏妍自知无力回天 于是一气之下远走长沙 投奔了当地的太守韩玄 后来刘备占据荆州后 派出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分别进攻南边四座城市 黄中和关羽经过一场大战后 因为没有及时射杀对方 受到韩玄猜戒 无奈之下只能回家休息 同为将军的魏妍却不像老将黄中这样中意 他马上刺杀了太守韩玄 把长沙城献给了刘备 刘备入驻西川的过程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大将是张飞和黄中 魏妍虽然也随行 但是表现的机会并不多 在降服马超把曹操赶出汉中地区后 刘备为让谁来镇守这个西川门户感到为难 张飞作为攻占西川的最大功臣 而且是和刘备起家就一块南征北战的兄弟 受到很多人的推荐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 刘备最后选择了魏妍镇守汉中 据三国志属书仔 先祖为汉中王 迁至成都 当得重将以镇汉川 众论以为必在张飞 飞亦以心自诩 先祖乃拔岩为都 汉中镇远将军 临汉中太守 义军进京 这其中除了刘备对魏妍个人能力的认可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 魏妍的忠诚获得了刘备的认可 魏妍从军和其他人有些不太一样 他从军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大帮人 携带不娶从军 魏妍的不娶又大部分是他的宗族子弟 这些人均是他的私军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见 就是画家魏国 将全部身家全部送给刘备 为刘备效命 而且魏妍还是十分敬重刘备的 在刘备破格提拔魏妍后 魏妍放下豪言壮志 如果曹操举倾国之力前来 我请求魏大王挡住他 如果是一偏将率十万大军前来 我请求魏大王吞掉他 魏妍虽然志得意满 可是他没有僭越 而是用了请求二字 他也没有骄傲地觉得自己可以击败曹操 而是为刘备挡住进攻 可是魏妍也没有太谦虚 面对魏将的进攻 他自信可以消灭十万敌军 对于蜀将来说 消灭曹操是刘备的功劳 消灭魏将是自己的本分 魏妍的回答十分称刘备的心意 而受到重视的魏妍 也始终用自己的尽忠指手 暴打着刘备 但凡出战 也总是身先士卒 主动冲锋 入川之后不久 刘备和刘章翻脸 并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 魏妍在刘备的指挥之下 为打通入手之路 立下了汉马功劳 根据三国志记载 数有战功迁衙门将军 因战功卓著而升为衙门将军 而魏妍有幸能够担任衙门将军这一职位 就充分地说明了刘备对他的信任 也为后来升迁做好了铺垫 衙门将军这个职位 在三国时期为刘备所创造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均有资格担任 先前是赵云担任过 入属之后给了魏妍 可见刘备已经将魏妍当作类似赵云这样的亲任者 衙门将军这个职位之所以非常重要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衙门将军必须伴随刘备左右 时常参赞军谋 甚至在某些特殊时候统领亲兵 当主军出征打仗的时候 魏妍作为衙门将军需要留守大本营 而刘备亲自出兵打仗的时候 魏妍还需要统领刘备的亲兵作战 起到保卫主帅的作用 由此可见 作为衙门将军不仅要勇猛无双 还需要一定谋略 就是通常所说的文武双权 因此 刘备能够让魏妍担任这个职位 那就充分地说明了对他的信任 刘备信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魏妍有着出色的谋略 远胜于其他人 当魏妍守汉中时 也是做了相当的布置 他在汉中的外面设立了许多据典 派兵守住 敌人来宫使其不得入内 而没有一昧地固守城池 魏妍守汉中算起来差不多有十年之久 由于他守的稳固 魏诸葛亮后来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此期间 魏军也从未进入到汉中来 可谓魏妇刘备之托了 而刘备也确实是慧眼识人 魏妍每次随军北伐 都请诸葛亮给他统领万兵 另走一路公关中 最后与诸葛亮会失于同关 如同前汉将领韩信的例子 但诸葛亮一直不许 所以魏妍经常说诸葛亮胆怯 恨自己之才不能禁用 据三国志祝银魏略说 诸葛亮出兵乏位时 和手下的人谋意 魏延献祭说 魏国的安息将军 关中都督夏侯毛 是曹操的小女婿 既无智谋又无勇气 你只要给我金兵五千 直指长安 他听得我去一定要逃走的 他走后长安就只剩些文官了 魏国东方的旧兵要合拢来 还得二十多日 你的大兵也好到了 如此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乏位 魏国建属国久不出兵 以为无力北伐 毫无戒备 所以尽管后来因尸皆亭 而功败垂成 但也算是诸葛亮一生北伐 最顺利的一次了 所以魏延对当时的刑事的判断 也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诸葛亮采纳 也未必不能孝寒信之事 一举夺得关中之地 但诸葛亮终未能采纳 正如司马懿的评价 诸葛亮一生谨慎 他是不会冒险的 大约魏延心中的怨气 就是由此而生的 后有许多建议都不为采纳 以致守接亭不愿意去 让诸葛亮挥泪斩马素 无功而返 即使在不受待见的诸葛亮时代 魏延仍能大破曹操名将 费瑶和郭怀 并因此获得大胜 被提拔为前军师 征熙大将军 而且授予假节 进封为南政侯 其实在诸葛亮历次北伐的过程中 虽然诸葛亮对魏延出兵 子无谷的奇谋 屡不采纳 但还是一次一次地重用魏延 魏延虽然也抱着 怀才不愈的心境 也还能一次次地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可以说魏延可以当得起蜀汉后期中流砥柱的这个称谓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刘备的知人之名 魏延之死 剑星十二年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魏延被认为前锋 他梦到自己头上升脚 问詹梦仁赵直 赵直说 夫其林有脚而不用 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相也 退后却对人说 脚之为字 刀下用也 头上用刀 其胸甚矣 同年秋天 诸葛亮病情加重 秘密于常使杨仪 司马费辉 护君将为 等坐身末之后 退君截度 令魏延断后 如果延货不从命 就随他的便 诸葛亮末 密不发丧 随着诸葛亮武藏元允命 当时的军政大权 主要由秘书杨仪把持 魏延作为蜀汉大军的断后总指挥 机运多年的不得志 开始爆发 魏延回答道 丞相虽然身亡 但还有我呢 怎么能因一个人的死 而荒废天下大事呢 再说 我魏延是何人 怎么能受杨仪摆布 做断后的将领呢 他看不惯只会知乎哲也的书呆子杨仪 想要夺取军政大权 自己开始实行对曹魏政权的讨伐 但最终大军知道错在魏延 不听魏延命令 都鸟兽散了 只有魏延与其儿子数人逃亡 逃到汉中 杨仪派遣马带追上了魏延 并且斩了他 将头颅陷于杨仪 而蜀国自魏延死后 再无像样的大将了 蜀中无大将 廖化为先锋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如果魏延能再多活几年 会不会蜀汉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